政治的問題 盡可能招給成年人 但是如果年輕人要參與 我覺得社會每一個人都有責任 要把一些準確的信息全給他們 我覺得媒體的責任很大 就是一些準確的收據 準確的事情的承認後果是怎麼樣 我們一定要全給特別是年輕人 第二點就是老師以及社工 到底他們是怎麼樣跟年輕人去溝通 跟他們去分享到底這一場運動是怎麼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大家都有責任去遭遇年輕人 當天的演講這個會談的時候 我說了一點 香港已經是一個人均GDP達到超過三萬水平美元的一個聲量 超過人均GDP三萬美元的社會的年輕人的想法 你要再出發做得更好 跟你在一個人均GDP只有億萬老的城市 要做好年輕人的工作是兩馬之的事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的點 給我們重新出發去細卡去演出 我還記得08年我出來租一套在九龍 中心地區的一套大概40平方的房子 我當時的租金是大概7千塊 一個月 但是如果你要把這個房買下來 就260多萬 但是在08年呢 我們出來如果買一個260萬的試試均的房子 我們可以貸款貸九成 這等於 我問父母拿 麻煩你借我30萬改變 我就可以買上這個房子 2019年這一套房現在租金一萬六 現在如果你買這套房子已經快要600萬了 如果在兩個月之前 林泰還沒有推出一個新的政策 就算800萬的殺的房子可以帶走成 如果你要買這套600多萬的房子 你要付4成 你付4成就等於你要付200多萬 還有一個重點 我們08年,06年大學畢業 08年大學畢業的人出來的大學畢業生的工資 跟現在差不多是一模一樣 都是平均一萬三 我覺得呢 香港年輕人充滿了精力 他們這個改革的動力確實是很大 好了 問題是 你有沒有一些適合的舞台給他們 就是發揮自己 那他也感受到真的能夠發揮自己 我一直都是跟他們說 現在運動已經發展了半年 我們應該要進入一個 真的坐下來談房子的時候 因為很多訴訟已經表達出來了 但是如果你老實不談 問題不能解決 問題不能解決